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10月15日 星期五 今天是農曆9月初十 昨天是農曆的9月9日 昨天是重陽節 我們就補一點重陽節的東西 因為這節要說的 就是重陽節的驚雲 重陽節因為農曆9月9日 所以又叫做 重九 就是數目字的九 可能一部分朋友 可能就會知道是逆經 所以根據逆經所說的六音九陽 九又可以代表是陽字 所以就叫做重九 因為就是9月9日 兩個都是九 雙重的陽 所以就是重陽節 重陽節跟清明節差不多 都是祭祖的日子 所以重陽節就是大家會登山 也有可能會祭祖 重陽節在日本也有這樣的節日 所以就要告訴那些五毛和小粉紅 很多他們覺得那些叫做中國節日的節日 其實不是甚麼中國節日來的 節日不是跟政權的 節日是一個地方 所以我們經常說 中華文化不要叫中國文化 中華文化是一個地區 的那種文化 就叫做文化 所以其實 不存在中國文化這件事 如果你要硬生吞活剝 硬把它套進去中國 尤其是現在的中國 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些文化就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定 所以這個 絕對是共產黨每天在偷緣概念 我們要做的其中一個重點 黃色媒體要做的 就是要糾正那些錯誤的 觀念 所以我們經常看到很多人 把兩樣東西混淆 覺得自己 就是 欣賞和喜歡中華文化 那麼他就把自己 扭曲了 變成了我一定要是中國人 所以是完全徹底 就是兩個概念 所以西方不會有這件事 一定是笑話來的 如果你覺得你說阿里士多德 說柏拉圖 那你就一定要是希臘人 那你就坐得很交關 原來不是希臘人 就不可以說這些了 說這些一定要認自己是希臘人 這個真的是一個笑話來的 如果你用 細心一點去分析清楚 而為甚麼這個不會一直存在呢 就是因為 教理教育那個 政府 和政權 一直 嘗試想把一個錯誤的觀念 灌輸給你的 我也知道要很多人去接受一個 相信了一輩子的觀念 要糾正一個觀念是很困難的事 但是希望大家細心想清楚 尤其是你很熱愛中華文化的人 不過我也認為 聽到這個台語的人應該也不會熱愛到如此 如果你很熱愛也好 關心也好 你應該細心 清楚去思考清楚 文化不是屬於某個政權的絕對 我們就回到正題了 重陽節竟然發生了奇案 竟然是有一個驚雲事件 到底是甚麼驚雲事件呢 這個正正就是跟我們所說的那些奇怪的大陸人 就是有關 再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繼續 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兩個頻道 星期二得道和後備頻道 星期二日報 請大家繼續 好好利用這個免費模式 繼續支持本台廣播 請大家繼續幫我們點擊廣告 繼續用無限loop帶發 打開節目清單 幫我們播放 11月6日就是本台網聚 會在英國的倫敦唐人街 由晚上開始 現在報名就差不多已經有一半了 其他朋友請繼續報名出席 我們已經說了 我們會進行閉門聚會 就是保護大家的身份 所以大家的共識 我們也定了規則 就是 當日就是不會有拍攝 敬請大家切密拿手機出來拍攝 否則就像示威現場一樣 隨時就會有神獸降臨 我們繼續說重陽節經雲 發生甚麼事呢 話說重陽節就是昨天 10月14日 在佐敦近著西九龍高鐵站外面 就是竟然有人在這裏 BBQ 首先在這個 西九龍高鐵站外面BBQ 已經是相當之 奇怪又可怕的一件事 這件事也不夠可怕和奇怪 他們竟然 就是在馬路裏面BBQ 在說那些不是 不是 旁邊有一個店舖的馬路 是100% 完全是行車路路段 好像是那些 一上天橋那些路段 不是有行人路 在旁邊的馬路邊 在公路上竟然有人在BBQ 引起途經的市民 以及網民就是蛙言 事件在網上流傳著一條影片 在佐敦連長道 接著是西九龍高鐵站 公路 向著西瑞的方向 有 開車的人士拍攝到現場情況 竟然在公路上有三個女子 在公路的萬線 她的旁邊就是隔音坪 竟然有三個女子坐在公路 燒烤食 他們還在現場架設了燒烤爐 還有就是 接燈 旁邊還放了手推車 根據影片所示 還看到他們 冒出燒烤的白煙 影片裏面也聽到聲音 似乎是駕車人士把車洗慢了 然後就問一個問題 為甚麼可以有人在這裡 燒烤食 這個影片就是 在網上流傳 在一個 專業叫做 賽馬熱錢樓 那裏就是把片段 上載 發生的時間就是 14日 昨天就是 晚上的時候 從陽節當天 當時似乎是駕車人士 目擊到三個女子竟然在公路上的 萬線 霸佔了這個萬線 的一部分 竟然在那裏燒烤 用 任何一個 角度 用膝蓋都想到了 膝蓋都想到了 一件多麼危險的事 雖然在萬線上 但是那條是公路來的 那個不是普通的馬路 不是街邊 有個行人路 有個店舖的馬路 那裏是公路的入口 在公路旁邊燒烤食 簡直是一場驚雲 幸好那天是重陽節 不是清明節 不是漁蘭節 如果不是 就會以為不是那麼猛 對方 竟然在公路邊 看到有三件 游魂野鬼 竟然在BBQ 令人 懷疑這三個女子的身份 高度懷疑他們的就是強國大媽 應該斷古香港人不會那麼離譜吧 不過現在很難說 現在的香港藍絲 基本上跟強國大媽都沒有分別了 到底這些會不會是強國人呢 可能性也甚高 但是為甚麼會選擇在馬路 去燒烤食呢 這件事就是莫名其妙 根據片段所示 那個距離 行人路應該要走的地方應該相距甚遠 他們又不是開車人士 為甚麼可以 特意走進去馬路的萬線裏面 然後在這個位置 燒烤食呢 結果就是 忍不住 途人報警 警察就說 在這個 地方 應該有三個人燒冥強 無論怎樣看 根據影片和片段所示 他們就肯定不是燒冥強 所以香港警察基本上是廢的 除了 懂得 國安法 懂得拘捕光時旗 拘捕學生之外 基本上 所有正常的罪犯 正常的治安要處理 他們就完全不用處理 你說香港真是挺恐怖的 重陽節 整件這樣的事情 真的以為自己撞鬼 對這個駕駛人士構成不必要的危險 萬一真的是扭泰 三個女子 又有性命危險 不是扭向那邊 扭另一邊 其他車輛就非常危險 所以這些行為 你難以想像 那些強國大媽就會做得出 所以 剛才一早已經跟大家說了 重陽節 不是你們熱愛的 所謂中國文化嗎 剛才已經解釋了 其實應該是中華文化 不是中國文化 他們經常罵人 又不是中國人 又不認自己是中國人 經常罵台灣 你又不是中國 台灣不承認的是你的政權 不用一聲 什麼時候有人說自己不是中國人 以及不承認中華文化呢 還有 文化不是承認還是不承認的 文化就是文化 你有那個文化 就是那個文化 完全不取決於我認不認同你的政府和你的政權 你這班人 到底是認同些什麼呢 莫名其妙令人 重陽節 根據任何典籍 根據任何典籍 從陽節去祭祖啊 你在馬路邊祭祖 你的祖先埋在馬路底下 祭祖的時候就專心一點吧 祭祖還祭祖 有什麼理由自己在燒東西吃 燒一份 有沒有人見過拜山的時候在墳前燒東西吃 這件事 莫名其妙到難以解釋 為甚麼在這樣的位置燒東西吃 香港真的越來越多奇聞 香港變靈異節目就是這個原因 香港的時事 難以用正常的常識去理解 我們今節跟大家分享這個重陽節驚雲就說到這裏了 請大家繼續做好支持六部曲 我們下次講一下的話題 拜拜 報告 哇 有點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